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北针对尖峰上班时段疏解方案提出了在尖峰时间将安排空车从国家新城发车疏解搭车人潮 上午六点半金融市长谢国良现身长安医院对面站牌针对如何疏解国道客运1815路线搭车人潮听取中处长提出了方案 国家新城这边就有中校东路的空车在尖峰时段的时候就原先就有五班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协调国光也非常的愿意帮忙 会再增加中校线再增加三到五辆的空车 变成八到十辆的空车在上班尖峰的时候来走中校线 1815路线因为从金山万里一路行驶过来到达长安医院站时很多民众搭不上车 市政府积极和国光客运及公路总局协调将从15日起在尖峰上班时间加开车次 利用空车方式疏解国家新城至长安医院站搭情的通勤族 我们在9026的所谓分流的策略 跟我们要解决1815的南京线跟中校线的策略是略有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还是长安医院站的热点 所以感谢国光在王处长的协调下原则上愿意帮忙 所以会在我们这个国家新城的站这边 或者是就是在这个国家新城这边准备了一些空车 在这边等待 那等到尖峰时间开始的时候 就会下来到这边 那他就等于是只走迈金路这几个站 这个富佑乐利 然后还有长庚医院站富景天下 而不用从金山万里一路走过来 所以他的差别点在这边 而且是空车 长庚医院的这个住户人口多 所以我们这边会调整这个1815B 还有1813E跟1813H 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会再加密班次来服务乘客 市长谢国梁一早也透过直播 向通勤族报告这项书运方案 将在15日正式上路 随后谢国梁和交通处长 一起搭乘1815前往台北 了解通勤族乘车状况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母亲节前夕最后一个上班日 基隆市长谢国梁 在社会处长杨玉兴 纵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亲自将康乃馨分送到市府同仁 及洽工民众的手中 诚挚表达对伟大母亲们的衷心感谢 谢谢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市长谢国梁先生在市府一楼 手捧着一朵朵的康乃馨 亲自送给市府同仁 市长谢谢男女都有 男生学生 你不要送给老师 我回家 祝你节快乐 谢谢 走进市府各局处的办公室 谢国梁亲手将鲜花送给同仁 无论女性或者男性背后都有一位伟大母亲 支撑整个家庭 市长谢国梁献上祝福 我跟立新处长还有立禅处长 我们就来到各个局处问候 慰问一下最辛苦的母亲们 那我们市府同仁又比大家都辛苦 尤其我必须要说 在我还没有进市政府之前 有时候大家有一个刻板印象 好像公务人员不是很忙 但是我跟郁馨跟立新进来以后 我们这三个立法委员 我们进来以后 我可以确定跟各位报告 公务人员非常非常的辛苦 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是属于他们的日子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我们都给一个康乃兴助合 因为每一个男性的背后 也都有一个以上的伟大母亲 在支撑整个家里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也来问候一下 玉馨是不是跟大家也说一下 是 我想我们在今天也要特别 对所有的天下的所有妈妈们 说声母亲节快乐 你们辛苦了 这个世界有你们真好 那母亲呢 尤其是我们特殊弱势族群的母亲们 他们所背负的跟承担的付出的 其实都超乎大家的想象 在这个日子我们所有作为子女的 我们都要给妈妈一个热烈的拥抱 跟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社会处精心准备千朵鲜红粉红紫色 等各种颜色康乃兴 由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馨 及中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逐一赠送到各科室同仁手中 预祝天底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记者黄绍鸣基隆报导 母亲节快乐 将代表民进党角逐2024总统大选的 副总统赖清德 母亲节当天出席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 赖清德表示基隆是台湾头 因此基隆赢台湾就会赢 他也提出包括了成立专案办公室 深化与地方的合作 推动加入区域经济组织 打造健康台湾等多项证件 赖清德 东帅 赖清德 东帅 副总统赖清德一进场就获得全场民众热情 欢迎当选生不断 母亲节当天基隆信赖台湾之友会正式成立 并举行授席仪式 吸引了超过千名的支持者参与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的赖清德 首先向大家祝贺母亲节快乐 同时提到基隆是台湾头 俗话说头过胜就过 只要基隆赢台湾就会赢 基隆是台湾头 所以基隆是新来台湾 是友会 这支基仔是真的叫头基喔 真的叫头基喔 所以基隆赢台湾头肯定赢台湾 生理一定来 对不对 所以基隆赢台湾就一定赢台湾 你说对不对 对 你说对不对 对 从赖清德手中接下战棋 高龄97岁的清安公主委 同时也是国社顾问的同用 希望大家帮忙 让出身大基隆地区的赖清德 顺利当选总统 我拜祷大家 刚才我们的主席人有你说 一个人给我们叫200票 那就总算了 100票没够了 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立法委员蔡世英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金融市立法委员的市议员张炳钧 及所有民进党籍市议员都出席力挺 五党籍的前议长张芳麗 更惊喜现身 林又昌与蔡世英都呼吁 让资历最完整 同时也最有执政能力的赖清德 接棒小英总统继续守护台湾民主 从国大到立委到直辖市长 然后到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现在要来担任我们台湾未来的总统 这样的资历 我相信是在所有 目前可以看得到可能的候选人里面 绝对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赖清德 有目前参选2024的候选人里面 资历最完整的 不论是行政 中央 地方 民意代表 我们赖副总统都担任过 所以所有的好朋友 你收到你看到的问题 我给各位报告 赖副总统都知道 2024接棒之后该怎么做 赖清德则提出多项政见 包括成立专案办公室 与各地方政府深化合作 透过区域治理解决问题 及推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发展经济等 另外赖清德也表示 和平靠国防 国防靠全民 至于在野党认为 应该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 赖清德只言 没有主权的和平不是真的和平 将让台湾陷入更深的陷阱里 无法再回头 大家都很清楚 一旦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中部的环节 这样我们的资金就没了 没资金的好朋友 不是真好朋友 没资金的好朋友 就像香港和欧盟同样 中国随时要拿回去 都会撒进 所以这条道路 不是真的好朋友 这条道路 会让台湾 今天国家亲密的陷阱 以后得回头 就都完全没机会 对于基隆新来自有会 成立获得热烈回响 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志委非常感谢 未来将陆续成立相关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正在筹备中 想要顺利达成 总统当选国会过半的目标 我们后续呢 其实会陆陆续续成立 相关的后援会 竞选总部也会相当 正在规划期程当中 竞选总部就会把我们 所有的党公职 议员主委 来担任干部 大家在各区一起打拼 希望总统当选 然后国会过半 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二十六 倒是帅 张北京 倒是帅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同样是母亲节 议长童子为亲自送康乃新鲜花 和红宝石软糖小礼盒 给认真监督市政质询的全体市议员 及认真备询的市政府环保局女性官员和记者 向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致敬 母亲节快乐 有 母亲节快乐 谢谢 你还要拼着呢 市议会开议前 议长童子为亲自把一朵朵康乃新鲜花 和红宝石软糖小礼盒 致政给在现场 认真监督市政质询的全体市议员 谢谢 以及认真备询的市政府环保局女性官员和女性记者 向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致敬 刚好在我们议会的定期会期间 那今天是这个妈祖生 那其实过两天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康乃新 还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小礼物 来送给我们的所有女性的议员 还没结婚的可以请她送给妈妈 然后我们官员的女性 我们也发了小礼物来祝贺这个母亲节 我想五月是一个温馨温暖的月份 所以我们要表达我们诚挚的祝福 感谢我们全天下的妈妈 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丽的风景 然后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支柱 所以我们表达我们最大的诚意 来感谢大家的照顾跟帮忙 那我们也会发给我们所有的记者朋友 然后还没结婚的一样 可以回去带给妈妈祝福 那也谢谢大家 对我们金融市议会的支持跟这个关注 议会方面表示 议长童子伟特地准备的红宝石软糖 有贵妇及糖果的称号 因为红宝石象征权力和青春活力 希望搭配康乃馨鲜花 祝辛苦的妈妈们青春永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结合金融市妇女会 特地到安乐 仁爱 信义及七堵 四个传统市场制赠康乃馨鲜花 给妈妈们大受欢迎 金融市妇女会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身兼金融市妇女会理事长的 金融市议员何淑萍 在七堵市场发送康乃馨鲜花 给妈妈们 民众争抢大受欢迎 庆祝母亲节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结合金融市妇女会 特地到安乐 仁爱 信义及七堵 四个传统市场 制赠康乃馨鲜花给妈妈们 感谢妈妈们的辛苦 也让拿到鲜花的妈妈爸爸 在母亲节倍感温馨 金融市妇女会配合国民党朱立伦主席 办理22县市 全国同步赠送汤乃馨鲜花活动 我们基隆市妇女会在四大市场 安乐市场 七堵市场 仁爱市场 跟心意市场 我们一起在发送汤乃馨 除了照顾我们花龙之外 也对我们含辛如苦的妈妈 至上无限的敬意以及爱意 在这里我们金融市妇女会全体的妇女朋友们 祝福我们全天下伟大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而在七堵市场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也在助理陪同下发送康乃馨香皂花 同样受到市场摊伤和采买民众的欢迎 到我们七堵市场 带来我们的康乃馨 就是想献给所有辛苦的爸爸妈妈们 也祝大家家节愉快 尤其我们这些妈妈们 他们从小培育我们长大 真的要跟他们说声谢谢 因为有你们的照顾 我们才可以这样长大成人 然后继续来为社会努力 亲爱的妈妈们 辛苦了 我爱你们 虽然不同党籍 但是感恩母爱伟大的心意 并无差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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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感下来 您的支持 订阅 订阅 总裁 坏 订阅 转费 赞 订阅 转色 吃 转账 炳 转账 额 转账 额 订阅 转账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 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纳有够顺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祭活动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 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国中会考即将在5月20 21号两天举行 考生除了自助 也需要神助 基隆事件的国中为考生祈福 邀请基隆商工 广社科金手奖等高手 为考生设计 文昌军祈福创作 国中会考即将在5月20 21号登场 考生除了自助 也需要神助 基隆事件的国中为考生祈福 邀请基商广社科金手奖等高手 为考生设计 文昌军祈福创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这种大型彩绘 然后这次画的是文昌帝君 然后希望可以祝福所有的考生 考的都会 然后猜的都对 以文昌帝君为灵感的创作祝福 在校园蔓延 校长端出准备好的包 高 重 文昌比 祝福考生 希望我们今年建德国中的考生 都能考神附体 考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 诚心的祝福 我们建德国中 这一届的会考学生 希望大家都能够 精忙提名考上 自己喜欢的志愿学校 在基隆商工 建德国中两位校长的携手合作下 满墙的祈祷文字 衍生出教育品牌 非常感谢建德国中的邀请 那我们也知道 一年一度的国中教育会考 即将来临 我们期盼透过这一次的彩绘 能够带给建德国中 所有九年级学生的祝福 那期盼所有的孩子 在考试的时候都能够顺利 那从这一次的合作 也可以看得出来 国中跟高中的携手合作 一起建构出一个基隆区 一个教育的品质跟品牌 还有专属的阅览教室 与祈福良庭 整面墙挂满心意 祝福今年学子都能考神附题 考虑亨通 考得都会 猜得都对 考上理想的学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家福中心的关怀儿童爱心园游会 在国门广场举行 现场可说是人声鼎沸 除了有园游会 还有爱心人士敲下爱心罗 为基隆家福的孩子募集更多的资源 画面上是在国门广场举办的基隆家福爱心园游会 涌进许多充满爱心的朋友 川流不息 人声鼎沸 许多爱心团体摆摊意卖 一起来关心支持基隆受辅助的家庭 展现各界的温暖与爱心 林主委一向都是最有爱心的 那我们检区长今天也在场 跟我们一起来欢庆这个重要的公益活动 家福中心每年的公益活动 都是最重要的 那我因为今天同时间 有很多母亲节的活动 除了要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以外 等一下我请我的嘉欣秘书 代表敲锣一下 因为不要影响到这个大家自识的进行 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美好的母亲节 希望都能够跟家人团聚 我们也不要忘了 随时都要继续支持我们家福中心 一翔五千 开超十下 那大家十全十美 吉祥如意 因为在座 我后面的人每个都比我还多下 好 没有没有没有您帮我们抛砖研究了 谢谢 请想 金融家福中心每年在这个温馨的四五月 我们都会办个儿童保护的园游会 当然宣导我们停止而虐 然后要关心我们的孩子 也对我们的辅助的贫穷家庭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今天 能够在游园啊 或者是呢 亲子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 那也倡导整个基督市的爸爸妈妈 对小朋友一起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基督市政府 还有搞物局 还有很多的社团 一起来促成今天这个儿童保护园会的盛举 基隆家福中心照顾基隆地区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关怀儿少发展 并且定期透过爱心园友会 整合各界的爱心资源 也唤醒社会大众对于儿少议题的重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金国健康管理学院更名为德育护理健康管理学院 校方举行街牌典礼 各界领袖与校友们齐聚一堂 祝福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培育更多的护理优秀人才 画面上是金国管理健康学院更名街牌典礼的会场 在各界领袖及校友的共同祝福下 完成了这个隆重的街牌仪式 未来就是更名为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其实德育过去以来就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品牌 那今年来改制以后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考量 那其实德育培育护理人才本来就是很强在这方面 那台湾可以看得到长日照都会有需要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调整 那我非常的支持他们 学校可能最近觉得说他们要凸显他们过去的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让我们基隆有一个专门培育护士护理师的一个这个专门的学校 再次凸显他们的专业我觉得这个是会对不管对招生来说 还是对金融市来说吸收我们的外县市的小朋友来这边就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 像我上次在台大或者在我们的不立金融医院等等 都遇到许多金国毕业的护理系的学生 那也是我教过的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工作场合上非常认真的帮忙台湾人民 打赢了这一场防疫的战争 我们的金国管理学院改名为德育之后 迈向另外一个光辉灿烂的年代 我在金国学院已经毕业16年了 德育在基隆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只要一讲到德育 大家现在还会讲德育护专 其实比较少会讲金国 因为讲到金国就只想到我们参与系 不会联想到我们很棒的护理 会场上的另一个焦点就是敏胜集团 跟德育护理健康学院的产学合作 未来要为台湾培养更多的护理健康人才 那敏胜除了医院还有长照 还有见诊还有药局 我们现在还有餐饮跟旅馆 我们的发展相当多元化 所以我们最需要就是人才 跟学校合作以后 我们学生以后的毕业数据就很了解 可以他的毕业 就可以到敏胜他有一个医院 还有长照 还有药师 还有见解 所以学生的数据会比较广 毕业之前我们就希望 藉由师长们同学们 到我们企业来实习或是观摩 多做一些了解跟交流 对我们企业多做一些了解 了解之后在理念上面 跟在专业上的发挥都能够契合 这样就很能够形成将来在就业上面的一个 的一个安排 透过产观学的共同合作 德育专注在健康长照方面向下扎根 找出明确的定位 相信对基隆未来的长照护理 与健康促进的人才培养 能够更上一层楼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喔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会里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喔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呢要跟我们里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友善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